我們現在吃糖果時間實在太多了 從萬聖節、聖誕節到新歷年甚至到我們的農曆年都在用這個糖果 挑的這個糖果如果它的包裝像這種漂亮五顏六色 一定要特別的注意 第一個最好是挑兩層包裝的 裡面還有一個紙的 買糖果一定要記得標示越完整越好 這樣會相對安全 打開之後如果看到這個色料染到這個糖果的話 真的不要吃了 因為過去曾經發現糖果是一些重金屬 不要讓小孩直接用嘴巴去啃咬這個包裝紙 因為這個東西也很容易吃進去 記得不要讓小孩子用這樣去咬這些這個包裝紙 因為無形中會吃很多的色素跟一些可能重金屬 所以我建議大家一定要給小孩子限量 因為這個是不好的一個 千萬不要用食物來獎勵小孩 因為這樣會讓小孩子價值觀錯亂 而且我們的獎勵方式通常不是一個很健康的方式 是給一些比較垃圾食物的 千經過腸胃道吸收 那有一些排不掉的話 它有可能到我們各個器官 腦部也會 然後最後絕大部分都會沉積在骨頭裡面 國外有做研究就是說 千血液中半摔其實大概一個月左右 可是在骨頭裡面半摔可以高達25年 有千中毒的話就要治療 不然的話那個錢會跟隨著你一輩子 它症狀是多元化的沒有特異性 那小朋友的話它表現神經毒性 也許注意不集中啊過動耳 甚至影響小朋友的語言發育啊 還有智力的發展